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亚洲塔树导师 Jestin 邓明峰 今天节目组安排了一个好奇宝宝到来 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哈啰 我是Chris 然后目前是一名学生 我对塔罗牌很有兴趣 所以我今天就带着很多的问号过来 哦 那你知道不知道呢 我有一个招牌的这个口头谈叫做 你有问号 我给你感叹号 诶 我刚才一进来的时候 这边的环境给我的感觉不像平时 我电影里面看的那种很神秘 然后很黑漆漆的感觉 其实呢 就是因为柔和的灯光 或者是比较暗的灯光之下呢 那个有心事啊 被占卜着啊 他们就比较放松 然后他们也会比较集中这个精神 不会说到处去看你的环境啊 不会分心啊 然后他们也在这个比较暗的环境之下呢 他们就会敞开他们的心 然后去把他们的心事讲出来 还有 为什么刚才我看到你的水晶球 我是放在外面 而不是放在你这个桌子上面的 嗯 你应该是从这个电影上面看到 他们把水晶球放在桌上了 然后再这样子去看牌是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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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有一些是电影情节 但是不排除有一些塔罗斯 他们也是会用这些工具啊 但是我是不用的 因为我们本身呢 是比较科学精准的 我们是有formula的 其实塔罗牌它不是说只是一个能量的测试 它是有的学 有system 有这个数据的 水晶真正的作用呢 它放在桌上呢 就是消磁的意思 那 消磁场 消负能量的磁场 嗯 所以我本身呢 把水晶呢 是放在环境 没有放在桌上 现在我想要试一下这个塔罗牌可以吗 可以啊 那我想请问 目前你有什么是最困扰你的问题吗 我最困扰应该是算 就是我不知道可能我的学业这方面 就是不知道我 选对不对 对 选对不对 OK 那我们来 让你试一试啊 OK 现在 把双手放在我的牌上 默念你的名字 以及出生日期 然后再把你的问题默念一遍 好了 就睁开眼睛 OK 那请问你鞋子的手是哪一只 这只 那请用这一只手来切牌 为什么 因为我们常用的这一只手呢 是我们的惯性 我们的习惯性 那我们不常用的这一只手呢 就是我们前一只的 那我们抽牌呢 其实是我们通过我们这个前一只的手呢 就把你的这个能量 你的这个抽出来 它的准确性会更高 当然你不用害怕 绝对不会抽错牌 来 请切牌 把它切放在旁边 刚才我再重复一下 你要问的问题就是说 现在需要选的科系 对不对 OK 来 请与你的肢节 抽一张 这只手 对 OK OK 我们这些牌呢 是没有正牌 反牌的 OK 就是不是像我平时看到那种 有刀牌的 有刀牌的那个是韦特的系列 那我这个是托特系列 托特的系列 后面有一个十字甲 那这个十字甲呢 就是你只要看到十字甲 全部一律都是托特牌 那世界上呢 有五千多种的这个塔罗牌呢 后面呢 就无论你是怎么样 你都看不出是正反的 那一个全部都是韦特牌 OK 来 我们翻牌的时候 就这样翻诗 这样翻过来 好 这张牌 你在问说 你目前所选 所读的科系是怎么样呢 其实这张牌叫做修战 意思是说 你现在并没有尚可 并没有进修 对 我是明年 你是明年 所以现在是在修行中 差不多 所以这张牌 其实就是说 他的思维呢 他的这个能量 其实是在修行状态 而不是在进修 这样我想问一下Jesse老师 就是如果我们 这个塔罗牌的推端 他的准确度会有多高 准确度多高呢 通常我们会反问 回备账补者 我们会问 你觉得准确度有多高呢 那第二呢 准确度呢 是来自老师的这个 他的知识 或者是他的这个功力 那举个例子说 我们塔罗牌上面 都有一个数字 那如果你这个塔罗斯 又会数字学的话呢 那个会增加那个准确度 那又或者说 这个塔罗牌里面 它其实尤其是托特塔罗 它包含了星座学 那如果你又会星座学的话 又会增加它的这个准确度 还有一个就是颜色学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塔罗里面 它有五颜六色 甚至有一些牌它的颜色是比较暗的 如果你会颜色学 有对颜色学有研究的话呢 也会提高塔罗占卜的这个准确度 那我托特塔罗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液晶 托特塔罗的这个创办人呢 他在1900年的时候去到中国去学液晶 然后他再把液晶的占卜呢 放进来这个托特塔罗 如果会数字学 会颜色学 会液晶 会这个星座树的话呢 那你在使用托特塔罗上呢 会更准确 那还有的就是 如果你都不会也没关系 因为呢 塔罗其实就是看牌说故事 其实很多人都很想知道自己的命运 但是又不敢来问 因为怕说自己的命会越算越薄 或者是不然很多人就是会怕说好的不灵坏的灵 嗯 我觉得哦 这一句话 好的不灵坏的灵 是影响了很多人 这个我要特别的强调一下 为什么好的不灵坏的反而会灵呢 因为在市场上很多呢 就把你算得很准 但是又没有给你一个通关策略 举个例子说 我说明年你不适合工 你只适合手 那你明年不适合工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 我明年不适合投资啦 我明年不适合花钱去学习啦 我明年不适合出门啦 那你就什么都不做 所以当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 那个坏一定是灵的 那当你讲好的时候 不一定灵 是因为你做对的方式嘛 他给你的这个所罗顺 给你的策略是对的嘛 你用对的策略 用对的方法嘛 所以呢 好的不灵是因为没有策略 坏的灵是因为 听到了不好的东西 什么都不做 所以坏的一定会灵 老师我想问的就是 现在很多人都觉得 算命是一种迷信 或者他们甚至觉得 陶罗牌很阴盛 所以我想问看 老师你的专业角度 你对陶罗牌是一个这样的观点 对我来讲 陶罗是一种工具 它就好像一个GPS 它就是指引着我们的 身心灵的一个正确的方向 举个例子说 今天我们迷失方向 我们可以用这个导航 但是当我们的 心灵思维啊 我们的心态迷失的时候 我们要用什么工具呢 那有些人呢 他会求神拜佛 有些人会去求钱 有些人会念经 来让自己的心灵平静 因为我们今天运气要好的话 一定是从身体入口 因为所谓的身心灵 身心灵嘛 所以我们的心态 我们的行为 来决定了我们的运气 所以陶罗他这个工具呢 就是说你每天的时候 你抽一张牌 然后他就可以告诉你 指引你说 你今天用什么心态 去和人家打交道 用什么心态来过这一天 所以陶罗他只是一个工具 它是一个有数据的工具 来引导我们的身心灵 走向正道 好的 谢谢老师 我想我今天有答案了 这就是我的桌油饼 你有问号 我给你感叹号